男翹莲花指剝頭髮 遭屁台圍毆暴打 喜歡用什麼手勢姿態出現 照理說是個人自由 不過中國河南一名男子 竟然因此莫名其妙被狂揍 今年6月 還是學生的實習男子去飯店吃飯 離開時候 看到另一名男子翹著莲花指剝頭髮 他看了覺得很不順眼 心生厭惡 竟然火同兩名朋友付諸行動 我們走 去死吧 對著素未謀面被害人 劈頭一陣狂毆 被害人被打得滿臉失血 三人隨後逃逸 石姓祖賢後來逃到外縣市打工 日前被警方逮捕拘留 兩名共犯因為未滿14歲 不於處罰 動新聞 報道